45歲蕭淑盛與小他15歲線路老公梁軒安 結婚4年日前被周刊拍到在公司尾牙餐會 疑似因為老公與旗下網紅過從聖密 而在路邊兩夫妻起了口角 對此當事人今天22號特別接受中石新聞網獨家訪問 還原當天狀況 那一天的狀況就是吃完飯 然後因為確實就是喝了一點酒 然後喝了酒之後 就是平常比較不敢對我太太說的一些話 就那一天全部都說了 所以才會你們拍到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有人來拍這個東西 那就像我說的就是為了朋友 然後他有他的立場 我有我的想法 然後就是我喝醉的時候我就說 所以我 說了什麼東西 不是就是講朋友的事情 就是說你看當初我們怎麼幫他的 類似這種 當初我們啊 然後看一下人家怎麼對我們的 類似這種東西 那因為我太太她本來就是一個很講 異氣的朋友 可是我是一直在跟他溝通說 我說現在的環境不一樣了 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 你沒有力 他根本不會跟你談朋友 就是這很現實 因為我每天在外面走跳 就是那我只是在跟他溝通這個事情 那就是沒有對錯的問題 所以我那天就是最主要就是跟他談這個事情 那相對的他那天就是也累了 因為本來他是不要唱歌的 然後也是那一口魚滿滿 就跑去跟宿舍散奶說 哈姐要不要一起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你不是說你不去嗎 為什麼你還要去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真的也有把那些人當作 朋友也好 或者是 反正不管怎麼樣 你們也很幫我老公之類的 我覺得他有來 我就也覺得很OK了 他有規定反正不能再包廂抽菸 然後就是有抽菸的人 就是一群人就是全部都下去 那就慢慢啦 還有兩個男的啦 只要喝了酒 我就很愛吃香腸 我是超愛吃香腸的那一種 然後 就是就是就是玩一下那個洗八刀啊之類的 然後就贏了很多 我是每個人都以為 然後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拍出來就只有慢慢 說真的啦 其實其實 其實我早上也被他念了一下 因為都認識 然後對他來講其實沒有 可是有的時候對於 你知道我們自己的人知道 可是全他兩千三百元 你要一一去解釋嘛 對他早上出來的時候 跟我講一句話 我就嗯好啦 我就跟他說抱歉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 很重感情的朋友 譬如說哪一天 譬如說我們這樣子 我們去喝酒 我也會抱你 你懂嗎 就是 我是就是那種人 所以說這個東西會拍出來 如果造成 我一定要跟我岳父講 岳父你放心好不好 你女兒放心 我會好好照顧她 好不好 不要去看那些東西 說得強調當天只是媒體誤會 蕭淑盛今天22號 也在臉書發文 力評老公 顯示兩夫妻感情依舊 而談到近期雷弘離婚事件 梁軒安也以人夫身份 表達看法 還自爆與蕭淑盛婚前協議書的內容 就是說 你竟然竟然做了這件事情 你就去承擔你的錯嗎 如果我太太今天這樣子說我的時候 就是概括承受啊 因為對我來說 像我太太她是沒有生小孩 因為我也不希望她再生 因為身體的關係 人家再怎麼樣生了三個小孩 我覺得 不管那已經不是給不給錢 還是得問題了 因為三個小孩 幾年的青春 然後跟身體的狀態 然後而且你沒知道 生小孩的女兒 而且生那麼多 你要有漏尿啊 什麼的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是 女生女方要去承受 那你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 你就是出來很鄭重的 跟大家說對不起 你怎麼會 我覺得最瞎的啦 對我來說 我是說認真的喔 真的 我真的覺得超瞎的 可能不是王力宏叫的 可能是他爸爸自己要寫的 可是我覺得 那是超瞎的事情 我跟俗聖是有簽婚前寫藝書的 就是我說 我今天只要一離婚的狀態下 我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我賺的 我如果有房間 反正名下全部歸他 就是你要有那個尬之 也許我現在沒有 我沒有什麼豪宅 我也沒有什麼身價 可是我有那個誠意嘛 就我萬一做了什麼事情 你如果你也不想原諒我 好那離婚 那我就全部給你嘛 對我來說 我家中興地推套我 我又會問你 什麼東西 我還在做個什麼 你拿著叫做什麼